中国不是只有一个加速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加速师 就这个国家不死都见了鬼了 我看了邮官里面有个主编 说的特别有意思 说这个人嘴上把什么东西挂在上面 心里一定不是 天天在外面说 我跟我老公可幸福 这个幸福 那个幸福 这个幸福 这种女的一定不幸福 天天说老子可好了 这个牛逼 这个牛逼 这一定是吹牛逼 真正有的人都不会出去吹 真正不想的人才到处去吹 所以当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银行 人民解放军 人民币 人民这个 人民那个 说当这个党把什么东西都架在这坎 放这坎的时候 实际上在内心里面 最不尊重的 最要踩在脚底下 最不打算重视 就是人民 人民政府 对 实际上来讲的话 什么都加个人民 实际上人民就是狗屎 就是最是狗屎的 最不需要的概念 就是人民 所以中国共产党 所以中国共产党带领这个国家走了这么多年 70多年 走到这个国家现在 人的生活 竟然就连 竟然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都连大灾荒头都不如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中国人的现状 看中国人现在的一个现状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这就是大家都看到的 中国共产党这个国家领导不好人民 大家其实应该叫实际行动 就看这个党的实际的行动就可以了 如果说去年 我这时候告诉大家 中国房地产崩盘了 我跟大家说中国债务偿还不了 我们欠的债太多了 我们是一个完全靠借未来钱发展的一个社会形式 大家没看出来 到今年 现在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 我跟大家说中国造不出高端芯片 我们不可能有自己研发的飞机 真正的完全自己的飞机 现在大家也看出来了 俄罗斯的命运也看出来了 就这些事都有规律的 这些规律很容易研究 P2P全民创业特色小镇 雄安新区 什么人民币国际化 资博烧烤等等 只要有人懂基本规律 你只要把心静一点 你脑子一想 全能想明白 对啊 这里面都有规律 都有逻辑的 商业的逻辑 资金的逻辑 经济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 政府的中心副中心的逻辑 房地产项目的逻辑 高科技的逻辑 全有逻辑 那为什么我去年我说 到今年你看大家都看见了 然后没有人想 就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中国共产党花了人民无限多的钱 就在内部都没有人去看这个逻辑 就没有 这些人心思到底在干嘛 自己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人竟然到今天 还指望这个党 能把这个国家救了 就是他已经70年干到现在 干了这么长时间 走的什么 做的什么 你们全都看得见 你们都体验了 就这个人耍流氓耍了一辈子 到处强奸妇女 见着女的就回家睡 然后你们希望他成为最纯洁的一个 一个男的 爱上一个以后就爱一辈子 再也不出来混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兵啊 就这人怎么可能呢 就这个不可能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中国共产党是干嘛的 你现在应该都很明白了 那上梁不正下梁歪 他就是干这个的 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好呢 中国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 他没有任何希望 他一点希望都没有 所以呢 网上有资料 深圳原来有900个自然村 你数挺好 900个自然村 后来行政村改制 这900个自然村里面的村长 90%以上都当企业老板 当董事长了 改革开放最前言 然后这些企业长 董事长70%以上 不是被抓就是死了 经济犯罪 贪污腐败 都是这些东西 啥意思 跟谁学的呀 谁纵容的呀 就是大家永远都看底下那么多人干坏事 那么多人底下做这个做那个啊 什么贪贪 谁让他们当的官啊 谁让他们做的企业啊 谁带着他们干的坏事啊 谁领导着他们走到今天的呀 然后你们指望一个最上面的大坏蛋 大流氓 大恶霸 大土匪 大奴隶主 把大家给救了 这个这个逻辑是咋想都想不明白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没有为人民好 到今天连会为人民好都不会了 咱们中国人吹牛逼 中国人 你看看现在网上多少人吹牛逼 一个应该叫家 一个应该叫者 中国宣告家和者两个出口限制 对吧 然后中国人吹牛逼 全世界百分之 什么九十的家和者都是中国出口的 我们一出口 全世界都完蛋了 就中国人老吹这个牛逼 或者干这种蠢事 什么王八蛋事 你说是为啥 都不明白你为啥 你脑子里真是被谁踢的呀 啊 谁出的这招啊 刚干完 俄罗斯国有企业大集团 立刻宣布 大幅度提高家者的生产量 全世界现在出口 第一的就是中国 第二是俄罗斯 限制俄罗斯是能源 人家没有限制家和者的生产跟出口 他们原来只能满足30%出口量 因为中国制优价廉啊 所以俄罗斯人家产能只动30% 过去中国每年全世界出口的家 90吨出口的者43吨 俄罗斯企业就光这个现在宣告增加70%到80%产能的 原来只是干30%产能的 他们原来每年出口的家6吨出口者20吨 也就是人家一家 中国全年出口者43吨 人家一个企业出口者20吨 中国只要不干 人家提高人家只有30%产能 人家只要一提高产能 立刻全世界产量 全世界额度 全是俄罗斯了 中国不是只有一个加速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加速师 就这个国家不死都见了鬼了 我给你讲 这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这样了 大家好好去想想 今年第一季度 我跟大家讲讲人民币国际化的危害的时候 货币流转到全世界导致人民币利率下降的时候 汇率下降的时候 全世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讲 应该叫全中国 外国人不管中国的事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讲这个原因跟理由 现在你看看中国媒体全聪明了 是因为俄罗斯到处抛 这个那个的全那么聪明了 我就问他三个月之前去年制定政策之前 三个月之前 你去年制定政策之前专家都干嘛吃了去了 第一季度我讲的是专家都干嘛吃了去了 什么现在了 货币跌到这了 6.3变成他们7点快7.3了 你开始都蹦出来了 都牛逼出来了 对呀 讲的理由也不对呀 下降的时候 我告诉他这个原因的理由跟那个开始不一样 就这么我在讲 就整个国家都没人 然后就整这个加和折 你说你这国家都到这份上了 你跟全世界的友好程度 就是大家对你的友好程度 认为你已经是这么恶劣的国家了 你还不得想着办法买大家好 俄罗斯输掉已经是必然要输的了 必然要梗屁招凉大海塘的了 俄罗斯蹦不了几天了 傻子都知道 然后呢 然后我们跟全世界继续闹掰 继续僵化 如果全世界真的依靠中国做这个家 做这个折 中国应该更好地去出口 更好地做 您现在可好 脑子那么被谁给踢了 当年俄罗斯傻逼俄罗斯自己说 我们只要断了欧洲的能源 欧洲全得死 欧洲依赖我们能源 都得向我们屈服 你看看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 打到现在是向俄罗斯屈服了 还是俄罗斯能源欧洲都不要了 这么大一个世界 谁缺了谁会赚呢 现在俄罗斯没法办法拼命的输给中国 输给印度 不要了人家 就是你这个玩意儿 你这个是你中国一家产 再也没有全世界第二家产 就是必然的 又不是俄罗斯人家本身的储量比你中国甚至还多 人家自己以前是因为你这个东西不做 对 然后中国自己不出口了 限制出口 俄罗斯他们马上就宣告 拼了命出口 玩命增加产量 玩命出口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掘墓 中共真的不是不是一个加速师 不是200斤 中共有一大堆加速师 我真的希望这个什么什么说下一盘大旗 憋大招 什么中共要用狠药 我赶快想赶快再用吧 我现在对于这个大旗大招很药没出来 很不高兴 我希望他快点出 因为他只要一出来一定死的很快 那狠药必须是毒药 这狠药必须是毒药 你说就凭中共这个本事 这十年来你看他所有出的招 他有一个咱们今天看见的是聪明的招吗 一个都没有 你整个把2023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拿出来 在经济上只有一个事你能拿出来聊 就是新能源汽车 不管他是不是过度产品 好歹你生产了这么多 好歹你出口了这么多 那新能源本来还是一个东西 你为什么我说这个国家就干脆嗝屁死了 现在出这招我特高兴 他们在中国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推动下 中国汽车行业协会 强迫性的16家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包括特斯拉在内 签署一个叫维护上价 就是不降价承诺 大家不降价 针对谁就针对你特斯拉 你那么老降价 你一降价就整个大家跟着降价 你成本地大家都没法活呀 特拉怎么办 特斯拉签完这个结议 第一步就开始解雇上海电池装配线上的工人 去查特斯拉解雇上海电池装配线去查 为啥呀 因为这件事特斯拉是唯一的受害者 这是市场经济呀 你政府你一个傻逼政府 人家卖车卖的便宜老百姓好啊 特斯拉是在你中国生产的 用的是你中国的工人 除了牌子叫特斯拉 卖出去交的税也是你中国的水收 全世界那么多企业 你竟然强迫着人家特斯拉签这么一个协议 那你看看人家以后还干不干 有人说特斯拉不签呗 马斯克这么强势 不签呗 马斯克不签 中国16个省市地区都出台了政策 禁止特斯拉上高速上还程 什么G59呼河号湖北高速 S5512元速高速 S505901 硕州还程高速等几十条 出台政策禁止超载大货车和特斯拉上 牛逼吧中国 中国就明确告你特斯拉 你他妈马斯克小B仔子 你到我中国来 你他妈敢不签协议 老子让你在这么多地方的路都上不了 你看你特斯拉卖给谁 牛逼吧中国 就是你们不知道特斯拉为什么签 马斯克强制为什么签 他敢不签吗 特斯拉已经被明确确认为 在中国大量高速路和超载卡车 被并列在一块禁止上高速名单 只有特斯拉签了这个中气协 强迫的相关协议 特斯拉这个车才能上高速 牛逼吧 所以大家都不明白 马斯克怎么办呢 那签完了 为什么解雇工人了 明白了 人家也不打算在中国怎么样 中国根本就不是商业环境 不是市场经济 中国要政绩的 你特斯拉发展这么好 你这么牛逼 你还降价 那么多地方 因为你降价那都是用政府喂奶输血的孩子电动车 他就活不下去 那倒了政府就没政绩呀 他在这政府是个政绩 我们在这有个厂子叫小鹏 因为我有政绩 对吧 在特斯拉逼逼下 我倒了我就没有政绩 政府那玩意升不上官 不得疯了吗 那还行啊 大家的联手跟特斯拉说一下 虽然你降价这事对人民有好处 但是对我们的官帽子是大大的伤害 所以一定不弄 宁可中国能成为全世界的车最贵的地 我们也不弄 其他都不说了吧 今天就讲这么多 跟大家开心完了 你们来着不就听我讲这些烂七八糟的吗 对吧 你逗大家一个开心 逗大家一个乐 我今儿也逗完了 任务完成了 还该怎么生活 还怎么生活 别听了脱口秀 听了相声 就在生活中真的当回事 自己照顾好自己 活好眼前 享受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好的时光 对 就像我说的似的 当年那四个民工在太阳底下 拿一个水车 在里面去洗澡 都能够快乐开心 所以我们的人生 要关注每一个人生命中 能让我们快乐的点 每一个开心的点 快乐开心 这样子我们的人生 每一天才能让我们自己活着够幸福 才对得起我们自己 好吧 又听我瞎嗶嗶 听完了 胡说八道 完了 大家快乐幸福 大家快乐幸福